嗨 大家好 今天要來寫去韓國的旅遊首帳 回來一個多月後才要開始寫 而且我中間又跑去玩 現在是累積很多 要寫不晚了 那因為我家附近有同時不同的地方都在施工 所以可能會有聽到他們在講話的聲音 或者施工的聲音 如果要避免的話 好像不要戴耳機就可以了 這本是我主要拿來寫去韓國玩的首帳 因為疫情關係 所以停擺很久 後面空的 這個被我拿來做紙膠帶圖鑑 可以拿來寫的紙也只剩 最後一張 因為我1月還有在出去玩 那時候有買新的補充內頁 就是要拿來寫 旅遊首帳用的 剩的這一張 就繼續拿來當圖鑑的紙 我先換一下 這原本我放在去年那本 六孔活躍一本上 那因為有點爆了 我又把它放回這一本 圖鑑的話 我不是有一本舊的沒有用嗎 想要把它移來這裡 這個我想要留一張來當 風格頁 當作重新開始寫旅遊首帳 先抽一張起來 等一下要寫的 寫之前大概翻一下好了 好像 都沒有寫到什麼 然後這個音樂劇去年去的時候 就有再看一次 他的票券 的 信封袋 是 有圖案的 然後這一次去 沒有 有一點小 失落 這個時候 寫遊記 因為還有 熱情在 會大概畫一下 自己 買的東西 雖然不會全部都畫 就挑重點 我這一次遊記 會都用 照片 不想畫 好 這個冰棒我 那時候吃 算 喜歡 所以我 去年 有買來 再吃 這個 就是我 每次一定要 投的 汽水 我那時候有機會 把 當天的花費都 記錄下來 我這一次應該 沒有想要寫 那時候真的很認真在畫耶 那就來開始寫吧 我在猶豫第一天寫這一面就好 還是 寫到背面 應該是兩面都會寫吧 剛剛又看了一下 如果只寫這一面的話 會 貼不下 機票光 貼上去就沒有位子了 這個是搭 機場巴士 貼在行李箱上面 但它要掉不掉的 就乾脆把它撕下來 這是掛在行李箱 的行李條 是嗎 這是以前 去韓國都要寫的 入境卡 我也是這一次 才知道說 用了電子旅遊許可 就不用再寫這一張了 所以我就 白拿 乾脆把它 貼上去 我拍的 照片 第一次看到雪 多少都會很興奮 好 這裡因為我 美工刀不利 所以 破掉 我打算等一下 拿東西把它 遮起來 第一面 應該 要貼的 大致上只有這些 今天時間的關係 我說不定只會寫 這一面而已 每次想不到的公司 直接貼上去再說 過年結束 有一段時間 沒有在寫手帳 也不能說沒有在寫 就斷斷續續 但也不是第一次 就是 這樣子 通常我都會 等這個 要說倦帶感 過去後 才會開始 繼續寫手帳 這個我只想要留 這一塊就好 這可以撕下來 應該會拿來 亂貼 先把這個 撕下來好了 都忘記 好 好 就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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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這我應該要再貼更上面一點比較好 先來看看 一秒鐘 1秒鐘 所以我就 Gaberyan 很重 放下 下 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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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停下 放下 放下 放点 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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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太久沒有拼貼 又失去手感了 我會把手放進去 把手放進去 把手放進去 其實用這個沒什麼特別的意義 純粹想要加個箭頭 日期要用這個數字貼紙 這裡面其實有一點花 所以想要用比較深的顏色 要用這個紅色的小圓點 想要用這個打底 反正這個會撕下來 所以我還是想要用這個顏色 想要用這個貼在這邊 但不曉得效果怎麼樣 好像不太適合 但我現在真的不知道要怎麼繼續下一步 背面可能要下次才寫了 好 好 切成這樣 字幕視頻 剛才打完洞 想要再加 這個貼紙 十個很久終於又可以繼續寫的旅遊手帳 第一面先這樣子 也許下一次寫另外一面的時候會好一點 雖然我拼貼都會只是把東西貼上去而已 沒有什麼特別的地方 今天的旅遊手帳就到這 謝謝看到這邊的大家 拜拜